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调查团,我是琪琪 通常我们为了方便都会将食物放在微波炉里面盯一下它再吃 而且现在有很多人都会将食物带回公司 然后再用微波炉加热之后作为午饭利食 由于它的快智方便,深受到大家的欢迎 基本上每家每户都有个微波炉的了 但是最近网上就列举了微波炉种种的危害 比如说微波炉的辐射会致癌、营养流失等等 令到人妄疑却步 那到底这些流言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今期的生活调查团立刻为你展开调查 微波炉因为方便快智 日常生活中被大家广泛使用 但在所有家电电器当中 大家疑虑最多的大概都是微波炉 微波、辐射这些词语总是令人引起很多人的恐慌 最近一篇名为微波炉厂家打死都不讲的惊人秘密 在微波和微信热传 文章就直指微波炉有害 而且列举微波炉的几大罪状 例如经过微波炉条的食物 都导致营养价值流失 微波炉辐射损害大脑 长期使用微波炉食物还会产生大量的癌细胞 这个帖内容这么得人惊 令到不少人为之震惊 那究竟微波炉是不是真的这么可怕呢? 网络传言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那我现在就总结了五小点 微波炉厂家打死都不会告诉你知的惊人秘密 第一点就是微波炉辐射大 长期使用会危害身体健康 第二,使用微波炉烹饪食物的时候 会破坏它的营养成分 第三,不可以用微波炉加热牛奶 又或者是母乳 第四,用微波炉加热棒化食物 少有健康 第五,标注可以用微波炉加热的塑料容器 并非绝对安全 不知道针对以上的这几点 那些街坊是怎么看的呢? 下面我们立刻去问一下他们 我想问一下,就以下有五点观点吗? 您怎么看呢? 第一,微波炉辐射比较大 长期使用会危害身体健康 您觉得呢? 我觉得有一定的程度的 觉得应该会吧 那的确是对于一个大楼有些伤害 有自己的一些东西 要辐射到大家都不用了 那干脆就倒闭错了 看来对于微波炉辐射有害的传言 各位街坊都是比较相信的 那之后来听听 大家对微波食物 会营养流失这个讲法是怎么看的? 会迫害其营养成分 也是会有 因为毕竟烹饪的那种方式 跟我们平常那种火去烹饪的 还是不一样的 跟一般家族从外道里那种方式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会吧 我觉得就看是你搞了多少火候 那些之后有些时间 同样大家第二点的看法都是非常一致的 认为用微波炉烹饪食物会导致营养流失 但是对于微波炉可以加热牛奶呢? 那位街坊表示就没听说过了 而第四点微波炉加热氄化食物 这样就是少有健康 大部分街坊就说不稳选 因为吃起床口感都差不多的 那跟着来 关于是微波炉加热吸烤溶气 会释出有害物质 大家又是怎么看呢? 第五点标注可以用微波炉加热的塑料容器 并非绝对安全 我是不太建议塑料的 塑料的话也没用过 它如果标注的是聚名义气的话 应该就不会产生 就是索料盒之类 有些好像外面吃饭打包那些 它是说是可以放微波炉 但是其实它是会挥发一些 就是钉的时候会挥发一些 一些毒气之类 有些不好的有毒那些东西出来 通过了刚才的采访 我们可以知道 大部分的街坊对于微波炉的危害 都已经早有所问的 而且有些人还深信不疑 到底事实的真相是怎样的呢? 微波炉又可不可以安全使用呢? 奇奇今天就要为你揭晓答案了 首先我们要严正的就是大家 民知识便的第一点 微波洩漏到底会不会对人体 和周围环境造成危害呢? 微波炉辐射正常运行时的辐射量 到底是多少呢? 带着这些问题 我们特地委屈了 广东省正业病防治院 物理因素检测所的技术人员 帮我们测试了微波炉的辐射 首先我们将一碗汤 放入微波炉进行加热 令它正常运作 我现在开始测试 现在在微波炉的前边 0.05米左右 我们看看它的辐射拳道有多大 在这儿不断地上升 现在测试到的毒素最大是 5.86伏每米 接着平均是3.95伏每米 多年平时在使用微波炉的时候 都不会一直这么近的 所以检测员又为我们检测了 距离微波炉10cm的辐射 最具显示 在这个位置 微波炉的辐射值是降了三倍 最大值只有1.6伏一米 已经是远远低于国家标准 降临的40伏一米 我们日常所说的这种辐射 其实和我们这个书本上的辐射 还有不大一样 真的辐射它其实包括两个部分 一个是非电力辐射 一个是电力辐射 那么电力辐射就是放射 比如说我们这个医院的X光机 等等这样一些东西 电力辐射它的危害是非常大的 那么我们日常生活所说的这种电磁辐射 其实只是这个非电力辐射 它主要包括的话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低频电磁场 那么低频电磁场中最多的是什么呢 那么就是我们用电所产生的这个 叫做公频电磁场 那么频率再高一些的 那就是射频和微波 比如说我们的手机用的就是这个微波 那专家说 现在的家电辐射产生的是电磁辐射 不是电离辐射 自然的所有物体都是以电磁波的形式 时刻向外传较热量的 这种传较能量的方式就是辐射了 那所以晒太阳都是一定程度上吸收辐射的 而所以电磁辐射并不可怕的 而电离辐射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 例如医院的S光放射辐射 而且因为微波炉是没有防护措施 因此向外泄露的辐射值是微乎其微的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我们使用的家用电器所产生的都是电磁辐射 而电磁辐射也是这个世界上最普通的辐射种类 它的穿透力非常之低 是不会危险我们的身体健康的 同时也没有研究表明说它会致癌 所以说第一点 微波炉辐射大长期使用会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 这个观点是错的 错的话我会在这里打个叉 OK 现在我们事不宜次来调查一下第二点 使用微波炉烹饪食物会破坏它的营养成分 这个观点是真的还是假的 因为微波炉不同于中国传统的烹饪 所以一直都有人认为 用微波炉烹饪会破坏食物的营养成分 说是微波食物没有营养不健康 那事实到底是不是这样呢 我们同样用实验来验证 那现在我就准备要煮这三种不同的蔬菜了 分别有番茄、有蜜菜和蜗蜗蜗菜的 那煮熟了之后呢 每份蔬菜其实会分为两份的 大家看到这里有两个碗的 那两份都送到专业的检测机构 其中一份就会进行卫生素丝衡量的检测 另一份会用微波炉加热之后 再检测它的卫生素丝衡量 事不宜事先开始炒菜了 当然我们会按照正常的程序 来炒这三种蔬菜 好 首先打热这个火 好 现在我们去洗一下锅 经过生活调查团的多期培训 煮菜对于调查员来说简直容易拒绝 不用等待而已 三角色香味俱全的菜就完成了 事不宜事 将这些菜送到选择机构 进行卫生素丝衡量 整份检测 大家可以看到 我现在将这六款蔬菜 带到了每周的检测进行检测 检测之前 我们会先将前面的三份蔬菜 用微波炉进行加热 加热之后 我们再来看看 加热过的蔬菜和没有加热过的蔬菜 它们的卫生素丝衡量相差多少 加热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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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用微波炉 对其中一份番茄 油墨菜 花花菜 加热三分钟 然后再将它送回实验室 让检测完 对微波加热后的食物 进行营养对美检测 第一步 检测完 首先秤了100克药品 然后用清水浸泡一段时间 再用这部搅拌机将蔬菜搅碎 最后再用这部离心机 进行分层处理 提取蔬菜内的维生素C 5个小时之后 检测完为我们检测出了 经过微波炉加热的 前后两份菜的维生素衡量 检测出来的结果是 最低的番茄 经过微波炉加热之后 每100克所行的维生素C 只是相差0.5毫克 检测完 你还拆它 在他们平时的检测 基本上是忽略不计的 而营养专家都表示了 对于网传微波炉烹饪食物 会造成营养流失的讲法 不科学的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因为微波炉它的加热方式 它是通过微波产生一种热量 然后使食物 然后增加它的温度 这样的一个过程 有些食物比如说水果 或者是一些富含维生素 比较丰富的食物 可能你稍微一加热 可能它的温度稍微高点 可能它就已经破坏掉了 就是说你的时间 加热的时间 不会太久 不会太高的话 普通的 不会说超过一个小时 或者是大半个小时 或者是温度超过200多度 这样子 其实它的营养成分 破坏的也不会多少 专家说 用微波炉加热成物 是会造成一定的营养流失的 但是和传统的加热方式相比 微波炉加热 保留的营养物质 比铁锅相对更好些 这个是因为 因为维生素不耐热成 月谷温容易分解 达到相同的温度 微波炉使用时间最短 维生素破坏就最少 营养成分是保留得最多 所以关于微波炉摊入食物 会消耗食物营养的说法 是不靠谱的 微波炉加热会破坏牛奶的蛋白质 导致营养好光 这个是真的 甚至假的呢 他们听一下 营养医生怎么说 那如果是说牛奶的话呢 可能确实会破坏它其 里面的一些营养成分 应该来讲呢 只要是那个牛奶里面的 蛋白变性 有些巴士消毒的话 那或是一些高温消毒 它这些它的 它加热的过程都是 比较短时间 如果是巴士消毒 可能它的时间会强一点 但是它温度 控制在60多度左右而已 那如果是微波炉的话 我们自家可能就控制不了 那么这个温度比较难控制 但是如果是高温消毒 消毒的话可能它会 而且会在短时间正在快速的 然后就高温加热 高温加热然后就会得起初 这种有办法 原来微波炉真的不适合加热牛奶的 专家说呢 因为鲜牛奶又叫做巴士杀菌奶 它是经过85度低温加热处理的新鲜牛奶 这种牛奶加热温度也高 其中的营养流失就越渐重 有研究声证 因为微波炉的加热速度极快 用微波炉加热超过一分钟 牛奶中的维生素就会出现损失 蛋白质也会出现变化 用微波炉加热牛奶 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都曾经试过 那专家就建议我们 尽量不要用微波炉加热牛奶 这样才可以保证牛奶 完好的营养价值 所以第三点 不可以用微波炉加热牛奶 或者母乳 这点是对的 大牛奶 那第四点 用微波炉加热 膨化食品 少有健康 这个观点又对不对 以薯片为代表 爽脆可口 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零食 但膨化食品一般是高热量 高油脂的 所以有些贪美之人 就只可以望而却步 不过现在就有人说 用微波炉 微微加热一下膨化食品 就会少有健康 听起来真是挺神奇 那事实真相是怎样呢 用微波炉加热膨化食品 就会少有健康 这种说法是否真的呢 我现在手上拿着一包薯片 稍后就会平均分为两份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在这个碟的底部 已经标好几号 一号和二号 其中一号就会进行加热 现在我先把薯片倒出来 调查员准备了一包薯片 然后分别倒入两个盘 其中一个盘就放入微波炉 加热三分钟 那我们现在会将一号进行加热 那二号就不用加热了 从外表来看 这两盘薯片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的 或为了实现的严谨性 调查员在等待加热之后的薯片 恢复到正常温度之后 拿两盘薯片突击办公室 现在琪琪左手拿的是加热的薯片 而右手拿的是未加热的 头干怎么样 有没有什么区别 这个费量 右手这盘未加热的反而脆一点 不是吧 我们都是问问其他同事 这个脆一点细一点 这个好像有点粗 早上来我们随机采访了几位同事 发现各个人的事实感觉都不同了 有人认为左边的油小一点 有人认为另一盘的油多一点 而至于后生生活状态团 美食家的肥哥 竟然说两盘味道一样正 吃光了整盘 如果是单纯它的富含脂肪 会是油很多的这些东西 你直接要发生加热 在高温的情况下 可能发生一些有气体 如果是里面还有气体 再加上高温 它可能就发生一些爆炸 正所谓留言商人 如果大家真的按照 网络的传言当中所说的去做 用微波炉加热膨化食品的话 不单止去不了油 而且还可能发生爆炸 分分钟拿人命 所以第四点 用微波炉加热膨化食品 少有健康 这个观点也是错的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前面调查了四点 其中一二四这三点都是错的 只有第三点 不可以用微波炉加热牛奶 或者母乳这点是对的 接下来我们要调查的 就是最后面这点 也就是第五点 其实这一点才是 微波炉隐藏的最大危险 在生活当中 我们经常会用 索料防盒打包大致公司 用微波炉加热当中午饭食 当我们外出打包的时候 因为方便 也会用打包的一次性防盒 加热外卖食物 不过就有不少人担心 微波炉加热 不单止会令索料变形 而且有些劣质的产品 会放出有毒物质 污染食物 危害人体健康 最后调查员在市面上发现 现在的索料容器底部有三个型的 里面标志着一到七几个数字 那这些数字到底代表着什么呢 到底哪种索料容器 是可以放入微波炉的 而标志可以 微波加热的索料容器 你是不是绝对安静呢 王老师 王老师你看这里还有一些饭盒 通常就很多白领人士啊 都会带一些便当啊回公司啊 就中午叮热一下就吃什么的 这个的话手感摸起来呢 就稍微软一点 那这个是这个是三号的 那三号又是不是移放在这个微波炉里面呢 这个标志三号呢 这三号代表什么 代表是我们这个这个材料 这种那个聚氯锡的 聚氯锡呢 它这个这种材料特征呢 它这种通常会加些 塑料增缩剂的 塑增缩剂呢 这种材质的塑料呢 这个容器呢 不适合和食品直接接触 不适合食品直接接触 和食品直接接触呢 就是这种材料 它有增缩剂啊 容易从那个里面迁移出来 迁移到我们食品里面 会会造成一些不良的影响 比如像那个前年吧 这个台湾不有那个增缩剂的风波吗 对 就是因为这个东西 把它夹到饮料里 会造成一些什么 会造成 会造成那个一些 太云磁激素的作用 会是什么 男人更刺 更女性化 从外观来看 这个是一个普通的饭盒 但是专家说 标注3的塑料容器材质 是PVC最绿月器 这种容器一旦受热 可能会释出 柔害人身体健康的增缩剂 所以千万不要用容器底部 标注3的塑料饭盒 进行尼波炉加热 这个我看一下 是5号的 那这个5号又能不能放进 微波炉加热呢 5号是巨饼锡的 巨饼锡呢 它的耐温比较高 可以耐温到110度 一般我们的水系统 一般都100度左右 所以我用这种材料呢 它的钢度和强度 以及它的耐热性能 都比较好 所以它这种材料 比较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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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材料 而且呢 手感摸起来是比较硬的 比较好 对 就是它钢度强度 比较好 PVC5的是PP材质 也就是醉饼锡 这个是唯一可以放进 微波炉加热的索料 那是130摄氏度高温 干净清洁之后 可以重复使用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一些碗内部佛盒 是以5号PP材质制造 但是内部是金属材质 这种配合 都是不适合 破了微波炉 这个外壳呢 是这个 添加了颜色的这个 具比器 嗯 这种材料呢 只要加了个颜色 一般不建议这个 直接和视频接触 嗯 所以外壳呢 它这个东西 不能和视频直接接触 我们这个里面呢 是不锈钢的 不锈钢可以和视频接触 但是呢 我们这种 由于这个不锈钢这种基础呢 不太适合放在微波里面 因为放微波里面 它这个表面会产生很多火花 产生加热 尽数放在微波里面 咱们可以试一下 一把这个不锈钢的材料 比如碗 碗 或者杯子放在里面 这个放在里面 会听到啪啪啪的响声 就是会产生火花 会把我们这个 这个表面呢 会 会 会 打出 打出火花那种伤害 专家说 目前微波炉可以使用的容器 包括 蚝蚀 玻璃和索料三类 日常食的瓷製碗盘 以及用来煲汤的陶瓷煲 都可以用微波炉加以 而至于塑料 一定要能够 内100度高温的无毒塑料才行 最好是专用的微波炉塑料餐具 这种塑料容器上面 都会有五号字样的标记 而此外 微波炉里面 绝对不可以放入任何含金属的材料 有些瓷杯和瓷碟上面 都有铸窑金花纹 这些代不可以放入微波炉 调查到这里 我们可以知道 网上流传的 微波炉厂家 打死都不告诉你 的秘密 其实基本上 都是危言耸定 吓人的 什么微波炉 複射会致癌 都是假的 不过其实在这里要提醒一下大家 在使用微波炉的时候 千万不要走太近 而且也不要用微波炉 进行多次高温加热 还有要选用专门加热 微波炉的容器进行加热 好了 今期节目又差不多了 最后要提醒一下大家 记得参与我们的有掌问答 今期节目就这么多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